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 《腋下之逃跑的小娇妻》 第67-71集 怀孕,陆家的国宝,幸福的压力,因为在乎你,今夏哄夫 自陆毅和今夏从私人会馆回来后,两人的感情越发浓烈 今夏不似最初那般死板害羞,在床室上更加放得开 能够心甘情愿地配合陆毅完成各种高难度的动作 甚至,他还陪着陆毅偷偷地观看了小电影,在小电影的教学下 今夏感觉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夜晚的他如同一条小鱼似的 活灵活现,使得陆毅体验到了真正的人间极乐 然而,好景不长,最近的今夏,精神奄奄,貌似对床室没有那么热衷了 陆毅不解,困惑地低难着,夏夏,你怎么了?不喜欢吗? 今夏打了一个哈欠,弱弱地说着,我有些累了 今日想早些睡了 被拒绝的陆毅,心中有些憋闷 可他却又不想为难他,只能独自克制着,眼睁睁地看着今夏秒睡 他的秒睡,无疑是对他最大的伤害 自己已经这般没有魅力了吗? 竟然能让他秒睡 这个想法,让陆毅心情极其不佳 然而,这才哪到哪 今夏连续三天都拒绝了他 这让他一度黑了脸,沉声抱怨着 夏夏,你是嫌弃我了吗? 今夏不以为然,拍了拍他的肩膀 安慰着,没有 我只是真的困了 话音刚落,均匀的呼吸声便响了起来 陆毅气得只能自己独自去冲冷水澡,他有些想不明白 到底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呢? 明明他也很享受的 怎么突然间就不喜欢自己了呢? 事出反常必有妖 陆毅只觉得不对劲 他上网搜索答案,想知晓女人突然间试睡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上答案说,女人说累,那就是在外面被喂饱了 陆毅快速否认了这一点 今夏是绝对不会出轨的 这一点,他敢保证 网上又说,可能是怀孕了 怀孕? 这让陆毅整个人都兴奋起来 他搜索了许多关于怀孕的症状 貌似和今夏还真的有些相似 激动的他,立刻网上下单了验孕试纸 将今夏从床上拉了下来,亲自陪着他去验孕 今夏整个人都是懵的,不知道陆毅又想要干嘛 迷迷糊糊的他,只想着快点让他折腾,之后好早早睡觉 陆毅期待地看着验孕试纸,直到看到上面的两道杠 激动地将今夏给抱了起来,转了两个圈 懵懵地惊吓,迷茫地问着,你怎么了?发什么疯? 夏夏,你怀孕了? 陆毅激动地说着,怀孕? 今夏不可置信地问着,是,你怀孕了? 嗯,今夏的状态始终都是懵的 他们一直没有避孕,貌似怀孕也是正常现象 可他始终觉得,有些太快了,怎么会突然间就有了呢? 你早点休息,我明天带你去医院检查 陆毅牵着今夏的手,返回了卧房 拥着他,陪着他一起睡觉 此时此刻的他,心如止水 没有了丝毫邪恶的念头,沉浸在要当爸爸的喜悦之中 而今夏呢,依旧是懵的,困意让他来不及,思考那么多 再度进入到梦乡之中 今夏怀孕的消息不静而走 他瞬间成为陆家的国宝籍人物 在他心目中 陆毅是一个不善言辞,不喜谈论家常理短之人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居然会像个长蛇妇一般 将他怀孕的消息告诉给了众人 看着兴奋打电话的人 他只觉得好气又好笑 而终止陆毅这一行径的人 却是最喜欢家常理短的陆妈妈 陆妈妈见自家儿子失态 连忙嘱咐,今夏怀孕的事情不要对外宣扬 头三个月尽量保密 越少人知道越好 陆毅这才停止自己的一系列可笑行为 立刻取消了好友聚会 决定暂时不公布这个秘密 今夏满脸的疲惫和陆毅的兴致勃勃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小声抱怨着 怪不得男人都喜欢孩子 因为不用自己生 不用自己遭罪 陆毅连忙保证 我们只要这一个孩子 如何 今夏撇了撇小嘴 傲娇地说着 那可由不得你 看我心情吧 女人真还底心 也不知道是谁刚刚抱怨怀孕辛苦 抱怨归抱怨 人生在世 辛苦的事情多了 也不能因为辛苦 便逃避自己的责任不是吗 好 都听你的 看着头头湿道的今夏 陆毅只能高举 双手投降 看着乖乖听话的陆毅 惊吓笑得那叫个灿烂 他发现 他现在超级喜欢怼陆毅 喜欢他看吃瘪的模样 那感觉仿佛抱了自己离家出走的仇一般 当然 陆毅属实也是冤枉 明明受伤的是自己 可被报复的还是自己 看着今夏得意洋洋的笑脸 陆毅宠溺般地说着 成口舌之快 就这般开心 今夏微挑戏眉 傲娇地说着 当然 谁也不喜欢被欺负不是吗 你倒是容易满足 今夏拍了拍陆毅的肩膀 嘱咐道 所以呀 以后想要我开心 要早早认错 不要与我变是非 老婆大人教训的是 陆毅无奈地说着 这还差不多 小路子 我想喝果汁了 怎么办 陆毅掐了掐今夏的脸蛋 宠溺地说着 正这就去给爱妃端来 去吧 坠序 今夏连忙摆手 示意陆毅快些 陆毅哪里敢耽搁 立刻去给今夏榨果汁 保姆王仪见陆毅亲力亲为地照顾今夏 嘴角抑制不住地上扬 说道 陆总 我来吧 不用 我自己来吧 陆毅拒绝了王仪的帮忙 亲力亲为地帮今夏准备着果汁 他不能帮他承受怀孕之苦 只能依靠这种方式来感受着他的不易 照顾今夏 不知不觉之中 仿佛刻在了陆毅的骨子里面 他不觉得厌烦 反而觉得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在今夏怀孕第四个月的时候 陆毅不得已要出差 天晓得 他有多么不放心 今夏自己在家 可公私的事情 却不能再拖 只能先赶往战场 临行前 他拜托王仪 照顾好今夏 要监督他按时吃饭 监督他按时喝水 监督他不要辛劳工作 王仪仪记下 陆毅依旧不放心 又嘱咐了今夏一遍 今夏略有些不耐烦地说着 放心吧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就这样 今夏费尽了口舌 终于将陆毅给送出了家门 陆毅不在家 今夏彻底地放飞了自我 和同事一起偷吃了麻辣火锅 偷吃了烧烤 偷吃冰淇淋 可谓是将陆毅口中的垃圾食品 吃了个遍 他感觉自己要被憋疯了 自从怀孕起 陆毅便禁止他吃外面的食物 天天营养套餐 给今夏弄得食不下咽 好不容易将他给盼走 今夏终于有口福了 王仪担心陆毅责备 又觉得今夏可怜 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蒙混过关 这不刚刚吃完火锅回家的今夏 便接到了陆毅的视频电话 他满脸兴奋地问着 夏夏 今晚吃得多吗 今夏如实回答 挺多的 那就好 你的胃口终于好了 我把菜谱发给王仪了 你想吃什么 就按照菜谱点 嗯嗯 知道 我尽量在你产检前回去 陪你去产检 今夏一听陆毅要回来 连忙说着 不用着急 你好好工作 我自己可以的 怎么可以让你自己去呢 不安全 你等我 我尽快回去 王仪陪我去 你不必担心了 你还是好好工作吧 今夏安抚着陆毅 好 若我实在回不去 你就让王仪陪你 嗯嗯 牛奶喝了吗 虽然你不喜欢喝牛奶 但也要多喝 这样孩子的皮肤才会好 马上喝 对了 睡前要散散步 你现在已经四个月了 医生说 胎像已经稳了 可以适当地运动了 嗯 知道 我会散步的 我找了专门的教练 明天到岗 到时候可以协助你运动 不用吧 我自己可以 专业的事情 还是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好吧 怎么了 很累吗 怎么感觉 你心情不是很好呢 今夏威威摇了摇头 心底想着 心情不好 还不是因为你 可她当然不能这样 和路易讲 违心地说着 我有点累了 那你先去休息吧 我一会还有一个商业聚餐 那我先去休息了 你去忙吧 嗯嗯 惊吓挂断了电话 输了一口气 只觉得轻松许多 王毅健壮 笑着替路易说话 以前路总不是这样的 估计也是太担心您了 所以啊 人也变得啰嗦了 我知道 她是为了我好 可我总觉得压力好大 感觉自己 就像一个犯人似的 您千万不要这样想 放轻松些 等孩子生下来便好了 希望如此吧 我先去睡了 王毅 您也早点休息 那太太 这牛奶还喝吗 今夏瞥了一眼 王毅手中的牛奶 终究是不忍辜负 她的一片心意 只能硬着头皮 喝了下去 哎 被如此细心地照顾 貌似也没有那么美好呢 今夏感觉自己 有点不失好歹了 可她真的觉得有些压抑 有些难受 陆毅还有两天便要回来了 今夏想着 这两天必须放飞自我了 待陆毅归来 又要像个管家婆似的 这个不能做 那个不能做了 想到这里 今夏睡不着了 带着王毅和保镖 连夜去吃了辣火锅 王毅看着大口吃火锅的今夏 笑着调侃 太太 您慢点 您若喜欢吃便和陆总说 她会同意的 今夏努嘴道 不想和她废口舌 她一定会一大堆道理教育我 我哪里能说得过她 不如偷偷地吃 比较愉快 王毅苦笑道 太太呀 等陆总回来后 我可不能陪着你这样放肆了 要不然陆总该同我生气了 知道 王毅你最好了 不像陆毅 那样死板 一点都不知道变通 圆今夏 你说谁不知道变通 熟悉的男音在头顶上方响起 今夏吓得筷子落了地 整个人都是懵圈的 她不是还有两天才能回来吗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她颤颤巍巍的抬眸望着陆毅 尴尬地笑着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 我若不提前回来 也看不到你 杨凤英伟的把戏了 不是吗 陆毅黑着脸 扫视了一圈 众人吓得接低下了头 不敢与她对视 原来 陆毅为了提前回家 这几日疯狂地工作 她本想着给今夏一个惊喜 却不成想 今夏给了她一个惊喜 她刚下飞机 便接到好友的电话 说嫂子在她这里吃火锅 这不 她火急火燎地赶了过来 正巧听见今夏讲她的坏话 火锅自是吃不下了 今夏如同犯错误的小孩子一般 灰溜溜地跟着陆毅返回了家中 王毅一路忐忑不安 不敢说话 生怕陆毅会发火 辞退了自己 回到家中 陆毅随手将自己的电脑包 扔在了沙发上 敲着二郎腿坐下 面色依旧阴沉 惊吓大气不敢喘 站在她的对面 小眼珠子转来转去 想着该如何化解眼前的尴尬 王毅 您在陆家多少年了 八年了 我认为你是一个有分寸的人 才放心把下下托付给您照顾 陆毅略微抬眸 瞥了一眼王毅 平静的话语 却蕴藏着说不出的怒气来 你别责怪王毅 是我要求王毅陪我去的 我问过医生朋友 说怀孕吃些辣的没关系 陆毅将目光重新转移到 惊吓的身上 怒气腾腾地说着 我何时不让你吃辣的了 你不让我吃火锅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让你吃火锅吗 你知道火锅底料里面都添加了些什么吗 你不会单纯地以为火锅底料里面只是辣椒吧 陆毅气得咬牙切齿 声音略微提高了许多 惊吓面色也逐渐有些不耐烦 低声回怼着 偶尔一顿又能怎样 是偶尔吗 我朋友说这一个星期 已经看见你去三次了 还不是因为你管制得太严格 我想着趁着你出差 一次性吃个够 等你回来就吃不着了 那你知不知道 你永远都吃不够 火锅底料里面便有让人上瘾的材料 惊吓被呛得无话可说 却也不忘替王一求情 反正这件事情和王一没有关系 你心底也清楚 王一不可能不听我的话 不要冲着不相关的人发火 谁的错谁承担 路易愤怒地看着惊吓 却对着王一道 王一 你先去休息吧 王一担忧地瞥了一眼惊吓 见惊吓也示意他下去休息 便没有说什么 只能静静地先退了下去 你就这样反感 我管着你 你知不知道 我管着你是为了什么 我知道 是为了孩子好 但是我也不是真的一点都不在意孩子 我真的有咨询过 说偶尔吃一些没关系的 没必要上纲上线 那么严格 这不仅仅是你的孩子 也是我的孩子 我怎么可能不爱他呢 在你心目中 我管着你 只是为了孩子吗 惊吓愣了一下子 不解地反问着 那是为了什么 因为我在乎你 所以才会关注你的一言一行 才会在乎你的饮食健康 说吧 陆毅伤心地起身离开 这个小妮子 还真的是不知好歹 惊吓依旧是懵懵的 她真是生气了吗 因为我在乎你 陆毅的话 在她耳畔处响起 震得她心头闷闷的 她这才意识到 自己错了 急匆匆地追了上去 惊吓追回了卧房 却不见陆毅的身影 只听见浴室门口 传来哗啦啦的水声 原来 她是在洗澡 惊吓如同犯错了孩子般 站在浴室门口等待着 想着该如何求得她的原谅呢 她依旧认为 自己偷吃火锅不是错 可她貌似错在了态度上 若是被她抓包后 她能够道个歉 说些好话 说不定便过去了 可她不但没有这样做 反而义愤填膺 一副爱怎样变怎样的姿态 正当她思考 该如何是好的时候 陆毅围着玉金走了出来 她的头发有些失落 水滴顺着脸颊流到了她的胸肌上 倒是颇为性感 惊吓不禁看得有些迷了 一时间竟然忘记了说话 只是痴痴地望着眼前的男人 陆毅健壮 怒猪眉问道 你不休息 站在门口干嘛 惊吓这才回过神来 笑眯眯地望着陆毅 拽着她的胳膊 柔声说着 别生气了 我们和好好不好 原惊吓 你别想门混过关 你脑袋里面到底在想些什么 懂不懂情调是何物 陆毅是真的觉得有些委屈 她这么关心她 在乎她的一举一动 可在她心目中 居然一点都感受不到爱意 看着转身离开的陆毅 惊吓急忙跟了上去 小声辩解着 我懂 我当然懂 我只是不说而已 懂 前天是我的生日 你可有任何表示 陆毅本不想提及此事 奈何小丫头 没心没肺的模样 当真是刺痛了她 惊吓心虚地吐了吐舌头 解释着 我不知道你的生日 你又没告诉我 我没告诉过你 你不会问吗 惊吓抬眸望着陆毅 皱皱巴巴地说着 那你也不记得我生日 我可有责怪过你 你生日是10月29日 惊吓诧异地问道 你怎么知道 陆毅气道 想知道 自然便会知道 若不想知道 哪怕你告诉她 她也记不住 惊吓听出陆毅话中的讽刺 尴尬地挤出一丝笑意 来到她的身侧 拉着她的胳膊 柔声道 我错了 明年我一定会给你一个 盛大的生日宴 惊吓难得这般服软 陆毅哪里舍得真的和她生气 极其严肃地说着 好 我信你一次 我是你丈夫 你以后能不能对我用些心 惊吓竖起小手发誓 我保证以后一定对你用心 陆毅拉过她的小手 无奈地说着 你能这样想变好 很晚了 我们睡吧 嗯嗯 惊吓连忙点头 可刚要躺下的她 忽然瞥见了陆毅的克制 她娇羞地往她身边蹭了蹭 轻声说着 你若忍不了 便不要忍了 陆毅惊喜 你确定 惊吓娇羞地点了点头 我小心些 陆毅将小娇妻抱入怀中 如同西式珍宝般亲吻着 润物细无声 小心翼翼的两人 用彼此的方式 爱着彼此 陆毅抱怨惊吓不够爱自己 何尝不是当局者迷呢 要知道 惊吓可是天蝎座呀 天蝎座的女生 向来不注重细节的 在爱情方面 她一向都是直求出击 若是不爱 她怎么可能配合着她 做了那么多的动作 怎么可能逐步突破自我 带给她一次又一次 完美的体验呢 惊吓的爱 都是付诸在实际行动之中 只是 一向被女人重心捧月的陆毅 感受不到罢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